匈牙利将逐移民墙 阻挡塞尔维亚移民 匈牙利政府周三宣布 将在匈牙利与塞尔维亚国境 建造一道巨大栅栏 以阻绝非法移民 由于匈牙利属于 免签证的欧盟申根区国家 因此非法移民大多由匈牙利入境 再迁徙到富裕的西欧国家 而不需通过边境管制 匈牙利当局表示 2014年有4万3千名 非法移民跨越边境 而估计今年人数 还会攀升到13万人 95的非法移民是塞尔维亚人 该国是欧盟候选国 匈牙利当局表示 要沿匈塞 长达175公里的国境 竹起4公尺高的栅栏 以组绝非法移民 匈牙利当局亦表示 所有的欧盟候选国 包括塞尔维亚 都应负责阻止人民非法越境